来演示一下我们这款产品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款产品是没有触摸到任何电源键的 也没有开机 我现在大家可以注意来观看 它是放到水里就可以启动制氢 无需开关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有采光的出现 其实它已经开始制氢了 慢慢的这些小气泡会产生 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讲的露水及启动氢 它会通过自己的电解15分钟而自动关闭 而我们把它拿起来的时候出水就可以停止制氢 我现在缓缓的可以把这个产品拿起来 它就完成了这样一个制氢的一个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它离开水面的时候 它的光源就关闭了 它所有的都已经是关掉的了 这就是我们的智能感应系统 大家在用完之后 它是一个7级防水 所以这样的去禁运也不用去担心会不会有任何的损伤 它可以完成一米式的这样的一个浸泡 所以只要大家用完之后放到这个椭圆形的地方就可以了 让它去自然的风干 然后如果是大家需要充电的话 我们底部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圆点 对准我们底座的插座 直接对应上完成充电 就可以完成了